美国幕后的这个黑手 可以说是狐家虎卫 真的行吗 如果现在的美国 还像二战那个时候 最开始就军管日本 不允许你这 不允许你那 俄罗斯打乌克兰 他能斥施这斥斥那吗 你说干击巴毛的 现在给他得上的 要武装多少直升飞机 多少战斗机 多少美国的爱国者防火导弹 美国的这美国的那 什么武器的都享有 兄弟们 这不是军国主义思想复活吗 这是什么呀 感谢关同学 真的行吗 一定要给这个批眼的 扼杀在萌养状态 为啥 因为你底着潮 底着潮 咱用一个社会化来讲 你就是一个潮底着的国家 能让你武装起来 那你威胁阿们 驱你嘛 因为啥 你这个国家 就寄予别的国家的资源 为什么 你们国家地区特别狭小 对不对 资源特别匮乏 你这个地区就处在地震带上 说不上啥所 集体阵亡呢 你就是对外部的一些 这个领土的扩张 你们一直寄予 所以说谁能不防着你 要小本人 现在他感觉到压力了 我也跟你说实话 现在的国际形势 足可以让他产生压力 他都明知道 一旦要是美国失控了 美国看似在掌控 全世界的这个格局 但是美国一旦失控那一天 小本人必第一灭亡 就朝鲜不打的 有一些国家 也不能允许他存在 就是跟你没有仇 近年来没有仇 没有冤 出于长久考虑 你都会成为那战争牺牲品 而打你 绝对不像 不能像俄罗斯打乌克兰那么打 打你就得在最短的时间内 直接周死你 为什么 不能给美国过多的反应时间 等美国反应过来 说小本人被干了 等美军干到日本的时候 国旗都查完了 岸田 尸体都烧完了 得这么干他 你们想想国家说的 对得打个对 怎么不干你 干你那天就是以最快时间最快速度直接给你干掉 为什么 一旦不给他干掉 美国领了西方国家来打 咱说实话兄弟们 说不上打到啥事 我因为就是第一时间 就像俄罗斯 现在我可不是给俄罗斯拱火 我也不是瞎说 你看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这场战争 令美西方国家给俄罗斯围堵到什么程度了 我跟你讲 真的行吗 俄罗斯现在可以说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根本就拔都拔不出来 他没有终结这场战争的能力 这场战争只能按美国的推波助澜一直打下去 能明白我的观点的口可忌 除非俄罗斯不堪压力向北约开战 但是向北约开战 如果是打常规武器的话 俄罗斯打不过他 但是我因为俄罗斯现在目前为了终结 这场战争的唯一最佳的时机和手段来了 就是什么 借助日本排河污水的这个形势 俄罗斯替天行道 一枚大波塞冬或者是大亿万 直接着向福岛或者是东京 回首对外宣布 这种污染全世界的国家 必须让他远离世界 其他追随美国制裁或者打击你俄罗斯的这帮屁眼的 全都得跪倒一片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国就是曾经唯一一个向全世界 日本这个国家投向核武器的国家 他没找到全世界的各种诋毁和孤立 结果他成为社会大哥了 我希望俄罗斯通过摧毁日本的这个手段 变成世界第一 美国都跪在你的面前 你是正义的使者 狭义的化身 而且你通过打击小本的这个手段 能让你的对手 你的整个欧盟的这些敌人跪倒在你的面前 管你叫敌 而我们也会把你载入历史史册 铺经 你为人类做出了极有力的贡献 要不然这个核武水的派到什么时候势头啊 真的行吗 你这是为正义而战了 所以我跟俄罗斯这个机会竟该把握住 为什么我相信你们相信我 小本的他绝对不会 不会是一个就遭受过一次核打击的国家 为什么 你得相信一点 福不双制 祸不单行 小本的 他百分之百会形成 或者是成为全世界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遭到两次核打击灭亡的国家 你妈的 说小本的 我操他妈 这小本的怎么没的 小本的自己给自己灼煤了 顺带 你看那个地方吗 现在那是咱们的这个开发局啊 以前呢 在多少年前呢 那个那些人叫日本啊 日本是怎么来的 哎呀 日本是这么来的 中原呢 当年呢 在那个明朝的时候啊 大宋朝的时候啊 那时候有一个啊 有一个卖煎 卖烧饼的一个老头叫武大郎 他媳妇叫潘金莲 这潘金莲呢 长的是貌美如花 长的是绝对殆尽 啊 俩人的宅一起啊 交配了多年 但是武大郎长得比较小 还挺合的 一职五子 后来呢 潘金莲在无意当中啊 上堤坝蹦地的时候 发现了 俊俏的西门大官员 两人当时在迪巴就霸震了 这段震 震完之后 就被他的啊 小熟的武松发现 结果就把这个潘金莲啊 就给逼到墙角 说你妈的 我必杀你 你背叛我大哥 你个破鞋头的 我必弄死你 回手潘金莲就给武松跪下了 说亲爱的 二叔啊 你不要杀我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西门这小的 瓦瓦堵的强迫我干的 我被他给奸了 我操你给我弄他 武松第一个马 刚倒就去把这个西门就给斩首了 斩首完之后回来 就要斩首小盘 金莲又会了 说的 叔叔啊 我是无父姑的呀 你说你成天玩社会 打打杀杀这一块 你活到哪天都不一定啊 你混社会 你哪有好结果啊 我跟你大哥在家 你就这么一个媳妇 我现在还怀了你大哥的孩子 你要我给你们老伍家留个后吧 你大哥还要我要死了 你他妈还可社会上混 你混到哪天还不一定 你摇了我 让我给你生个侄吧 武松说你妈的果真 他说果真呢 肚里就是啊 武松说拿好你妈的 你现在要是隔着生 我不能让你生 我给你整一叶小舟 你纯着这个船 飘出中原 你上哪儿生都行 就这那小潘金莲 让武松给整了一个 他妈的一叶小舟 坐着这小舟就飘了 这一飘飘了好几个月呀 金莲在这个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就飘到这个岛国了 到岛国之后 这家上岛国鸡毛吃的没有 天天砸王八壳的吃 这不就为什么要吃的呀 把王八砸洗碎 哎呀 专吃那脑烟 哎呀 嚼我吃 王八爪了 王八尾尾巴嘎嘎嘎就吃 吃完了 过了几个月之后 生孩子了 这一生孩子 我操他妈 拔碎了 小哥就正高 我操 这跟你爸真是没啥区别呀 他一瞅 这也确实是武大郎的儿子 叫啥名呢 你爸叫武大郎 你叫啥呢 你叫武运吧 你没看看 某些国家的那国旗 是不是那个军旗 是不是写的武运长久 就这里他把武大郎的儿子 叫了个武运 现在小本的啊 那个军旗帝就写的是武运长久 为什么 是武大郎的儿子叫武运 就这里他把这个儿子生完之后 就说你看啊 儿子呀 咱爷俩咱娘俩在这个岛上就这么生活 将来带漂来一夜小舟 咱爷俩可不咋 咱娘俩可不咋安全 咱娘俩的研究 得怎么在这个空间当中发展 他儿子说了 妈呀 咱俩一个公一个母 你是我妈 我是女儿一公一母 但是咱俩你还不能整一些其他别的事件 你说这他妈怎么发展呢 就这他妈说 我无所谓了 大腿一皮 他俩就金光武士 这娘俩就开始揍人了 在松树林的揍出来的叫松下 在核桃边的揍出来的叫杜边 在井上揍出来的是井上 你没发现他日本人走到哪后背 都背一个小背吗 走哪点不打 哎呦我操走哪生哪生哪就叫哪 就是摩格纳地儿我出来的 哎我就叫什么 哎呀什么井上啊松下呀杜边呢 全来了生完了 说那咱们将来得有个人种 咱们叫什么人种呢 说哎呀都是你日随我 咱都日的本人 那你说叫啥 他们就起名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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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说咱们叫咱们这个国家有了 咱得有个国旗呀 说你爸是卖烧饼的 哎呀你爸的烧饼就可以做国旗 最开始他们的国旗是一个大饼 后来说呢 沿点闪吧 搞个红闪 你没发现那日本的国旗 确实是个大烧饼吗 哈哈哈哈